本视频由Tobel原创制作 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汽车越来越多 豪车不计其数 豪室的外观高端霸气上档字 却要在美丽的脸上写字 很多车主情非得已这样做 安全舒适的SUV SPV宝马奔驰 成为人们购买的对象 但价格不菲的百万豪车 也摆脱不了喷上何载欺人 超原违法八个大字 有的在豪车侧门喷上这八个大字 有的在车尾喷上这八个大字 他们并非是搭载乘客的运营车辆 严禁超载 这八个大字严重影响了豪车的美观 但是没有一个车主敢擦掉 根据相关规定 全国各地不是用于 营运的骑坐车或飞骑坐车 并不用喷死的规定 但即使你是开奔驰或宝马 及以上千万的豪车 都必须遵守当地的规定 好车被喷字 正如一辆豪华车ML400 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车 但也没有逃脱被喷字 但车主并不敢将这些再磨掉 而且有些地方的车管所 还要要求收50元或100元的喷死费用 但国家并没有这项规定收取这项费用 虽然我们的车主不情愿 但也很无奈 却没有一个人敢和交管部门作对 但小编觉得 如果每个人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不超载 交管部门也不会这么严格的对待大家 这样做有它的可取之处 让每个人都将安全时刻铭记于心 但有些刚买的七座车SUV 也要被喷字 便有网友调侃到 那还不如买一辆皮卡 皮卡还可以载货呢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车主们的无奈 那么你对地方交通部门的做法 持什么态度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